当年初四台北市长长万安再度展开公庙走春的行程 在今天早上是来到北投关渡宫参拜 并且发送议员福袋 现场排队的民众非常多 原先是准备了300份全数发光之后 又在紧急加码发100份 而前两天长万安都没有安排公开行程 他也说自己都在家帮忙雇小孩 直呼一打三真的是不太容易 所以今天初四了要赶快恢复上工 大年初四台北市长长万安恢复上工 再度展开公庙走春行程 来到北投关渡宫参拜并发送福袋 长长人龙看不见镜头 民众热情排队领取自拍合照 蒋市长人气超旺 300份福袋发不够再加码100份 短短20分钟全数发完 初四迎财神祝福当然也不可少 而前两天都没公开行程 原来是蒋市长回归家庭 当起超级奶爸 太太毫不犹豫还真的让我一打三 所以没有体验到很辛苦 所以今天提早出门尽快上工 2月14号先让我保个密 我现在讲出来太太就知道了 趁着过年休息加上情人节 蒋万安要用行动感谢太太 不过面对先前选战对手黄珊珊 行程连拜25间公庙 蒋万安恢复上工第一天 也连赶8间公庙 更知道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失灵北投地盘 难道2026连任之路也有假想题了吗 大年初四 人力行也提前上班吗 我当时市长也在一年多 我想最重要 市民朋友期待 是希望台北市越来越好 我们会进行最大的努力 强调重心还是顾好市政 新春政治人物 公庙参拜 发送福袋 拼人气 也隐约感受到未来政治布局 解采统战云捷台北报道